大家好 這裡是原來是這樣子的頻道 今天來看看用粗料種的蝴蝶藍 上次有一次是用石頭種對不對 這一次是用木頭種的 那這一顆其實是跟人家買的 那它來的時候就是用木塊種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下面呢 我們看一下下面全部都是木塊 那這種木塊是透水性非常的高 大塊的木塊 這個應該是二號還是三號吧 那這種種法其實蠻有趣的 它是用粗料去種 所以它排水性很好 那基本上需要每天澆水 一到兩天澆水一次 那不然會太乾 那目前看起來它的那個 我放的位置跟它的生長的狀況 其實是還OK的 就是表示它的水分是充足的 那其實它種了蠻久了 你可以看得出來它的那個根部 整個都殘滿了那個 殘滿了整個盆栽 那這種也是一種種法 就是你用粗料去種 那好處就是它比較不會爛根 那基本上是只要根部長出來 長到邊緣去 所以你就不用太理它了 這個像你這種 但是它比較缺點 就是它換盆不好換 假設你要換盆 因為它整個根都殘上去 這只能拆盆了 所以為什麼我都沒有把它上板 原因是因為它已經整個都殘上去 變成說整塊都是一塊的 你看它整個盆子外面都是根 只是外面有碰觸到的時候 根就會死掉 那其實在裡面的根都是活得還不錯的 那現在還有從旁邊長出新根來 那所以呢 這種就是其中一種種法 你可以用粗料 這種叫粗料 那不管是石頭 不管是木塊 不管是發泡煉石 那種都是比較算粗料的 厚水性很好 那厚水性很好 狀況下其實要種 它比較適合澆水 就是比較適合澆水 當然就是這種盆子 它唯一比較缺點就是它有可能下面會比較容易產生積水的問題 所以如果下雨的時候 你可能就要看一下夜星會不會有積水 因為它的植株是朝上的 你看植株是朝上的 那朝上的植株會比較有麻煩是它下雨的時候水可能會積在這裡 所以你要看一下那個水有沒有積住 水積住比較容易爛芽或爛枝條 所以在那個植物的上面是盡量不要讓它有積水的現象 積水現象有可能會產生 這個芽就爛掉或是葉子就爛掉的狀況 所以就比較麻煩 那所以呢 如果你要用這種叫粗料種植也可以 像這個就種得不錯 這個就種了 這個人家買就已經很大盆了 它就是一顆開的還不錯的一顆蝴蝶蘭 不過這個沒有長側芽 我看它已經種滿久了 你看這根系都已經長滿整個盆子了 但它都沒有長側芽 也沒有長高芽 所以這是它的個體的關係 不過你看它現在要來新的根 這個就是新的根 新的根 那它根的到時候會爬下去一樣 纏得亂七八糟 那其實這個比較好玩就是 它可以每天澆水 但是就是要記得要每天澆水 不要忘了澆水 它很容易乾掉 那所以呢 粗料種植也是一種好玩的地方 它可以釣起來 有點像是 我們在種水草一樣 那這種利用全部都是木頭 你看這個都是木塊 大型的木塊 小型的話 你也可以用小型 小型的話 比這個更小的也有 不過這種更小的 它的水分聚集的就比較多 所以你要考慮一下你的環境狀況 是要用什麼材料 還是要考慮你的環境狀況 環境狀況是最重要的 不同環境狀況可以採用不同的方法 不同的做法 那但是這一盆算是養得非常不錯 這個是在我第一次長的新葉 今年不知道看起來 你看它其實它去年的就業 這種這個的前一片就業都是冬天長的 所以都不算 它每一年每一年長得更好一些些 所以 但是 因為來到我這裡的比例 肥料比例配方會不一樣 所以可能 到時候葉子可能會圓起來 也有可能 還不知道 還不知道 那 所以可以等 種一年以後看看 明年就知道它的狀況了 那其實這種 像我還是會放一些些的 磨肥在上面 基本上放在上面 那 不要太多 怕肥傷 多多少少 肥料還是有點肥傷的風險 那 尤其是放在根部上面 我盡量是會放在 如果像噴肥料 我盡量會以葉面施肥為主 葉面施肥比較不會產生肥傷的狀況 那如果你是 底部施肥 就是根部施肥的話 比較容易產生肥傷 OK 好 那這個就是盆植 用盆栽種的 用木頭種的 你可以說木片吧 這個算樹皮 樹皮種的蝴蝶蘭 非常有趣 那種種植放在西子 只是這種種植放比較麻煩 是最前面的保濕 最前面保濕最麻煩 因為最前面的狀況的時候 它會有 因為你都出料 最前面的時候 它必須要一直澆水 讓它長根 長根以後是就沒什麼問題了 好 感謝收看 如果喜歡我們頻道 記得訂閱跟分享我們 那你也可以試試看 你有用過出料之後嗎 有的話歡迎留言 那我們下次見 拜拜